春風吹過來 心裡不明白 這世界變得不黑也不壞 不好也不壞 東邊的山脈 西邊的大海 你來一區之間多少的成員 明天呀明天啊 再見 站在窗口 望著窗外一尊佛 站在窗口 望著窗外一尊佛 那是你 那是我 你雙手指的又指甜 牆摘的水果不為甜 牆丘的因緣不為緣 若坦誠遲不在心裡面 與你也各花紅蓮 做人好比做神仙 你又吃拼了啦 你就是你肥心有四方中心 你幫你補皮了 我跟你說 你不用太開心了 你後面的夾屬 還要吃醉了 嗯 什麼夾屬 你說啊 天氣不可老修 胖師兄 他怎麼跟你一樣也賣關子 算命是斷天氣 怎麼說不可老修 對啊 你都不說 我怎麼就來賣命啊 這要看什麼人啊 若是白人 他的過期未來 我有辦法斷得清清楚楚 甚至殺血金錢 他的罪無就是罪賣 所以我也知道 只有他部隊會生 我明慶才講一講 是不是因為他是明樂佛轉世 所以你不敢說啊 明樂佛 阿老師不要的 憂** 哼 背背是不血 一斷摟就咬這樣啦 你明樂佛 我也就是劉�wość斂 劉 abdominal blessed Aunt Buck своих bad doin 你吵小時候好不好 要浪費時間 等一下… 我就說完 你說什麼 咻我廢座 particip choix 多大記者,我穿花衣衣,還沒伴的褲褲 穿花還沒伴的褲褲,我還沒記什麼字 等一等一等一,既然你如果穿外面比較聰明 我尊重一點,這樣啦 我今天在公衆跟你收拾 你若即使回去廟宇,就有麻煩 這我知道啦,明明說我也知道有麻煩 你若知道就好了,皮皮比較硬,大顆真有油 提琴啊,別玩了,你看看誰在那前面 你先,你太不像話了,該做的工作不做 找課也不做,一天到我跟她在外面鬼混 師叔,是你叫我跟著她的啊? 又跟我耍嘴皮子,我叫你做的事情你做了嗎? 你又給我報告什麼嗎?跟我回去 布袋自知無理,請師父放心 布袋跟一心在外面,並沒有做出玉悅佛界的事 出家人很清潔,為了多管閒事跟衙門作對 這還不算玉悅佛界嗎? 師叔,欺凌的狗兒子,仗是欺人,魚肉相名 胖師兄堅硬有為,打包不平 一心不認為,胖師兄有錯 放肆 一心 你在師叔眼裡,你是同輩中最有慧根的一個 可是你現在越來越過分 敢在師父跟師叔面前耍嘴皮子 為了給你收收新的機會 這一個月,發你把藏經閣的所有的佛經抄一遍 一個月?師叔啊,藏經閣裡那麼多佛經 抄一年都抄不完呢 一年抄不完,抄兩年,兩年抄不完,抄三年 三年抄不完,抄完為止 李宗佳佛 李宗佛 李宗佛佛暴戴跟你不是很投緣嗎 他應該跟你有福同祥,有難同當啊 瞧,師兄,怎麼樣,你願不願意嗎? 有福同祥,當然沒問題了 有難同當嘛,我覺得已經有點為難了 現在要有金同操 這個問題我得慎重地考慮考慮 那你們兩個好好考慮考慮吧 你要睡覺了是不是 是啊 我不讓你睡 為什麼 你不夠意思啊 我怎麼不夠意思啊 我不是答應過你要考慮嗎 考慮的意思就是有個商量嘛 那你要考慮多久 有金同操這個問題比較慎重 我要考慮得比較久一點 這樣子好了 一個月以後回答你 不行 那立刻答覆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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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果師 好 好 是 好 看前天 了 師傅 老道 宿 参见国师 本座在官场这么多年 见过多少的狗官 今天若是将你们父子二人处斩 你们也只好无可奈何地 到王死城报到 国师因为顾虑到 下一任派到凤化的宪令 可能比你们父子二人更恶劣 所以暂时先饶你们死罪 但是国师希望你们能戴罪立功 替他去办一件很重要的事 是 师父 有什么事尽管说 杯子敷藏到我 在所不足 好棒啊 真好 好了一趟王家 就解决了一百多本金书 如果再多跑几个地方的话 你跟我就不用动手操金书了 操学校 对不对 我可以不用操 还是你要操 为什么你不要 我就要 哎 我跟你不一样啊 为什么不一样 手里道不一样 哦 总之不一样的 你多操几本金啊 对你有好处的 哎 你怎么在这边啊 我说要找布袋和尚 他们就把我带到这边来了 阿弥陀佛 该不会是来找我寻仇的吧 我是专程来找布袋大师忏悔的 你干什么 我是摸摸看你有没有发烧 是不是脑袋瓜子烧坏了 像你这种人 怎么可能会觉悟呢 我是诚心诚意来的 我来不只是向二位懺悔 我来希望留在月灵寺里 陶光阳灰 贤心佛灵 息心革面 我请二位帮忙 能够跟朱师说 让我留在这里 待法修行 息心革面 待法修行 一切 这个就要你引荐给大师傅了 这个 好嘛 顾施主有这份佛心 让那当然是欢迎之志 似一梦来飞一梦 望尽山云海月情 只是我们月灵寺没有一个是待法修行的 阿弥陀佛 顾公子既然有心向佛 也不一定要在寺庙里修心修行 有道是人生处处是道场 你在府上也可以潜心静修 好 两位大师 我回去再考虑看看 阿弥陀佛 那时候用布把头抬一抬 抹一抹就好了 那像你们苏家人三千烦恼师 又要洗 又要输 又要绑 多麻烦 拜托 拜托 再跟师父说说情 让我待法修行 好不好 我又没有吃了穷心豹子来 我才不敢讲 唉 怎么说我非得剃度出家了 什么 国师 叫我儿子出家 那怎么行啊 不行也得行 国师 赵雄是我们家九代单转 唯一的血脉 他要是真的出了家 我不是断了后了吗 国师 求你大发自卑 别真的让他出家好不好 求求你啊 不管你怎么求都没有用 如果你儿子不进越林寺 那怎么能替国师完成任务 你又怎么能戴罪立功呢 这 这个 国师 只是要追查 当年师赞儿子的下落而已 那还不简单 要爹命人到越林寺 把住址红绝老儿上 押回衙门审问 自然就能问出 这个国师的儿子是谁 多简单啊 对啊 国师实不相瞒啊 在卑职的衙门里 有很多自称的奇形怪招的户型 在这几年来 驱打成招的不知反解 红绝老和尚又如果到我衙门里 不要三两下 就什么都招出来了 这件事情国师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 只能暗房 不能明朝 出家是可以还俗的 本座不知你在担心什么 对啊 出家可以还俗的吗 我怎么没想到 我这是老活多了 好了 你们可以走了 是是是 哎呀 儿子 你这左一杯又一杯的 这样喝会喝醉的 哎呀 我明天就要出家了 出家以后没有酒 没有事 那种事我不知道怎么过嘛 好吧好吧 那你今天就痛痛快快的喝吧 哎 爹 小弟明天要到月灵寺出家 是真的还是假的 当然是真的 为什么 因为 姐 因为我年少轻狂 之前我做了不少念 尤其那天 国师要把我跟爹问斩 我那一刹那 突然之间我好像开了窍一样 而顿雾前飞 姐姐 你在家戴法修行 我要辨你更彻底 所以我要出家 小弟 你要出家我不反对 可是姐也了解你 你六根未尽 我看 你还是三思之后 再做决定吧 不用三思了 我已经决定了 既然已经下了 这么大的决心 为什么出家前夕 还要喝这么多酒呢 是爹舍不得少游出家 心情不好 硬逼着他 别把爹喝两杯 对啊 对啊 过了今天晚上 我就不喝了 对啊 就不喝了 我女徒婆 难道你真的 诚心皈依我婆 姐姐希望你将来 能修成正果 姐 修成正果 是不是可以呈现 那呈现之后 是不是可以 把那天上的七千女 统统给娶回来 算了 你出家也是枉然 不枉然啊 我要按照姐姐的意思 修成正果 闻封� 当师 尊 Hom 包括 约 位 尊零 大便 空 有 你 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儿子 这个鬼灵精怪极端聪明之人 什么事情都那么了头 我不管你是一亲还是二亲 我现在问你 你要老老实实地回答我 你进来月灵寺到底有什么目的 要潜心修复 我看你全心给我打 你还打我 一心 一心 你放手 打你又怎么样 我告诉你 在外头你可以恨行霸道 在这儿 目前你的辈分是最小 不止胖师兄可以打你 我也可以打你 你 想不到一个顽固子的 甘愿道见你私里来受罪 我不是来受罪的 我是来修行的 那我问你 师父非非给你什么工作 从明天开始打水 砍柴 烧饭 那我再加一条给你 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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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现在还没有资格上早晚课 只能先抄金才能修行 好了 好了 这里没你的事 你先下去吧 不是 又多一只手来抄缝金了 一心啊 我问你啊 你在越林寺多少年了 我三岁开始在这里 我三岁开始在这里 你说几年呢 那你有没有听说过在越林寺里 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比如说什么武功秘籍啦 或者是什么宝藏的 在越林寺里 没听说过 你问这干嘛 顾少游这小子 不可能真心真意的当和尚 他来越林寺 一定有什么目的 那他也找出地方了 我们越林寺什么都没有 最多的就是孤儿 孤儿 嗯 我们这批一字辈的小沙迷 都是孤儿 听师父说 那年会怕闹汗灾 死了好多人哦 师父和师叔 就尽量把这些无夫人的孤儿 带回自己来抚养 这么说 你也是孤儿咯 嗯 对 我也是孤儿 哦 那你的父母 都过世了 我不知道 有没有想过 要找回自己的亲生父母 为什么 要是他们都过世了 根本不可能找得到 要是他们还活着 你更不想见他们 自己的亲生父母 都不想见 他们都狠心抛弃我了 为什么还要去找他们 我为什么还要去找他们 你说你儿子今天晚上会来 会的会的 他亲口答应我的 一定不会失约的 嘿嘿 今天是七天的最后期限 如果他不来给我回消息 你自己就看着办 你自己就看着办 你怎么老走后门呢 没办法 跟我老爹学的 习惯走后门 国师跟你爹 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奇怪 他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来了呢 这是国生行馆 你在这里等着 我跟过去看 一起去 不行 你没跟他身边跟个女人 也有不会无功 那你会不会无功 我也不会 你让他不会无功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跟你进去呢 你那么胖跑又跑不动 如果我爱你死了 我还可以逃回寺里通风报信 让师傅想办法来跟你收尸啊 我 你在揍我死啊 我才没有那么容易死呢 国师 你千万不要生气 他一定会来的 哎 儿子 这这 急死我了 事情办得到底怎么样了 顾大少爷 查到没有啊 没有 什么 进了越林寺七天了 居然什么都没有查到 国师啊 你知不知道我在越林寺 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啊 我早上起来之后 我先要砍仇 然后做早课 然后挑水 然后我要煮灾饭 我一直都做到晚课完毕耶 晚课之后不就可以查了吗 拜托啊 你以为晚课之后 我就可以睡大觉了 我还要到常庆河方 那布袋和尚 还立新那个小和尚 抄佛经耶 哎 你又不是他们家的卢彩 你干嘛替他们抄佛经呢 全月一世 我的辈分最小 你的年纪最小的都是我师兄耶 我能不替他们的吗 我不干了 我不干了 哎呀 儿子你不要发脾气啊 事情总要办好啊 我不要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你可以回家 我可以纯纯你们父子俩 送你们两个回老家 啊 回老家 哎国师 求你再关县几天 我我拼了这老命 我一定要达成你的任务 哎 奇怪 跑到哪儿去了 都是你啦 这么胖 你步一步在那边 哇哇 大人可不叫啊 嗯 嗯 你怎么老嫌我这个肚子 我这个肚子好处可多了 可容天下难容之心 哼 那我开口便笑 嘿嘿 笑天下可笑之人呐 我这儿去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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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是坏人 我们是来找人的 是来找人的 是来找死 护国禅士形同皇宫禁阅 战闯择死 不战 就照你的办法 死我都怎么活满意了 欢迎托佛 你们又坐又躺的干什么 亏你们是学武之人 居然看不出我们所用的招式 那你们这招叫什么 我们这招在佛门来说 叫放下屠刀 畏地陈锋 你们这招看不出来吗 那有什么资格跟我们过招 我们这招 读到他们的话 就叫做一代币 不想给我 佛妮佛 出家人慈悲为患 我们今天也不想开杀戒 让你们退下让出路来 我们自然 我们自然 就会灌开 想滚没那么容易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只有两种办法 一种运生逃迷 另外一种跪地求饶 你敢选哪一种 第一种 我们没有办法追下去 第二种 我的膝盖有黄金 除了菩萨之外 我不会跪下来求人 你快想想第三种办法 第三种办法 就是等死 师兄啊 你们怎么会到这里来 你是不是跟着我们 一心 你可知道 国有国法 似有似归 你夜里无端端地 逃离越灵寺 师父命我和胖师兄跟踪你 让我们搞清楚 就先去哪里 胖和尚 你就是那个布袋和尚 没你的事 我们自家人在处理家务事 外人最好别插嘴 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 当然知道啊 富国大法师嘛 我们知情都见过面了啊 国师啊 你可知道 你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愿闻其想 一心虽然只是一个小沙迷 没见过什么事呢 可是当我第一眼看到国师的时候 有您的威严 您的气质 您的速度 还有您的傲然正气 和您的慈悲心肠 不仅让一心肃然起敬 当时你第一个反应就是 天哪 世界上怎么会有一个 这么伟大的人啊 后来才知道您就是当今博士 嗯 你再说下去 今天再次见到博师 您依然一脸祥和 一脸慈悲 博士请出一心大胆 我敢断定 你根本就是菩萨的化身 来到这人世间 就苦就难 普渡众生 佛母佛母 小和尚 废话少说 马屁少拍 谢太爷 谢太爷 您叫我废话少说 那您的意思等于是不认同 我刚刚在美国师的每一句话咯 您又叫我马屁少拍 也就是说 我说的全是假话 博士 根本不是这苦就难的活佛萨 只是我在拍马屁咯 是不是啊 不不不 博士 千万不会 白痴可没这个意思啊 哎 有没有这个意思 博士聪明盖世 自然分辨得出来 真是让你常见解析 你 请用 你越来越放手 我 来人啊 我拿一下 来人啊 把他拿下 顾正 博士 博士在 我看越来越放肆的是你 该拿下的也是你 博士 怎么会变成这样了 我的远告怎么变成被告了 博士 家父师爷 请博士诉罪 博士 把小和尚和布袋请到里面奉茶 小四爹 你刚才表演得真精彩 眉牙立足 说得天花乱坠 把博士他们火得一愣一愣了 当然了 我哪像你啊 那么笨 干嘛说我笨啊 因为你不让我跟进来啊 如果我没有跟进来的话 恐怕你已经本身睡醒了 好好好 算你聪明 你可以跟进去 否许 你今年几岁了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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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师曾经要叫县太爷问载 怎么今天县太爷会在护国师里面出现 胖和尚 你问这句话什么意思 县太爷 我胖師兄不是在問你 請你別亂插嘴好嗎 你是什麼東西 你居然沒有把我的現在也放到眼裡 古正 是 一心叫你不要插嘴你就別插嘴 是 古代和尚 事情是這樣子 本作身為護國打法是 初尋到鳳凰 看到他們父子倆有暴力之氣 所以本作叫顧少悠到越林寺遣修 至於顧縣令呢 護國大法師就要他到護國寺來聽聽佛禮 可消他的暴力之氣 啊 國師啊 我果然沒有看走眼 國師不但慈悲為懷 更是誇宏大量 在你的面前 一心實在是覺得太渺小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憲太爺 既然你要除暴力之氣 我看光是聽佛誦經還是不夠 最好是能夠心道立行 憲太爺 我們越林寺藏經閣裡 有好多佛經喔 如果憲太爺願意的話 一心建議您最好 抄抄經文 怎麼 你想命令我抄經文 小師兄啊 你這樣有點過分了吧 對不起 不是我說的 是國師說的 顧縣令 難道國師說的話 你敢不聽嗎 聽 應該抄的嘛 有多少抄多少 那就好 那就好 明天我會把藏經閣的經書 送到您府上 希望憲太爺 能在半個月之內 把我帶過去的經書 端端正正地敲一遍 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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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怎麼一個人都沒有 一點都不奇怪 他們一定都在抄經書 月兒姑娘 月兒姑娘 親愛 你有沒有聽見 是不是有人在叫我 好像是一心小師父的聲音 大度能容 容天下難容之事 開口便笑 笑天下可笑之人 不得師父 小師父 沒有 我們經書 還沒有抄完 為了她抄不完 我還把一些經書 偷偷拿回信花格 請一些姐妹套幫忙我抄 昨天花震一起來的時候 看到信花格裡所有的姑娘 全部滿首都抄佛經 她還以為她自己所說的地方 跑到寧關去了呢 有那麼誇張嗎 這還不算誇張呢 我聽秦兒說她有兩個姐妹 把佛經抄著抄著 居然從中悟出佛裡來 還偷偷離開興化閣 想出家當尼姑去呢 有這麼厲害啊 抄佛經真的進化人心喔 所以啦 我叫你抄佛經就是這個道理 誰叫你偷懶都不好好地修 就是那張嘴巴啦 你自己咧 一天到晚吊兒郎郎的 你不念經也不做早晚課 都不知道你在混 我說兩句你回十句 我告訴你 修行不是靠嘴巴 是要用心去修的 你懂嗎 當然懂啊 我的法號叫一心 當然是用心去修囉 好 那你就好好地修 希望你將來修成正題 不再師父 你怎麼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這麼快就要走嗎 我知道你們都忙著抄襟 我不便多打擾 小師父 你們這就回越林寺了嗎 那你們上哪去呢 去找仙太爺啊 找仙太爺 嗯 要他幫我們抄襟 這全部都是金粗啊 對啊 這通通要抄嗎 對啊 不會吧 不是不會 是不急 還有呢 你回頭看看 四爺 拿你個架 幫我拿一下吧 啊 哇 你們把月林寺 所有的佛經都翻過來 我們藏進這裡的金書啊 至少有十幾萬冊 這裡呢 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你們趕快抄吧 希望三天之內 你們把它給抄完 等這些抄完之後 我們會再搬新的佛經過來 讓你們繼續抄 啊 小師兄啊 這麼多佛經 你要我爹他三天早晚 能不擺明為難我老爹嗎 你們負責二人 以前不是經常為難小老百姓嗎 現在你知道被為難的滋味了吧 我這個老虎不發威 你們就拿我當病貓 給你們三分眼色 你們就開染房了 告訴你們 我乃堂堂風花仙的仙台爺 怎麼 你以為我是賣牛肉麵的 阿彌陀佛 我不帶和尚不吃魂 我管你吃魂吃素 你們兩個通通給我滾出去 仙台爺 您言下之意是不肯抄咯 不抄又怎樣 不怎麼樣 不過我們一定有辦法讓你抄 滾 我一定有辦法讓你滾 滾 滾 這裡好棒喔 昌兄 如果這跟你住你要不要 我才不要呢 要我睡在這裡啊 我會難過死 你是雲幽四海慣了 以地為床對不對 不要關心我的事了 現在要關心的 國師萬一不回來 我們就前功盡棄了 國師啊 你在哪裡啊 你快要回來吧 要不然 我們就對付不了那個狗怪了 昌師兄 你趕快缺子一算 看他會不會回來嘛 如果我說他會回來 你信不信 一行 讓你們久等了 今天兩位又有什麼貴事啊 我們是來告狀的 告狀 告誰的狀 李懈太爺啊 他昨天不是當在你的面前 答應要抄佛經的嗎 那又怎麼樣 他反悔啦 我把佛經拿到他家 請他三天之內抄完 他竟然不肯答應耶 那你拿了幾本佛經給他抄呢 嗯 不多啦 三本而已嘛 那就奇怪了 他沒有理由拒絕啊 國師啊 我看那個憲太爺喔 根本沒有回憶 沒有把國師寧 只能放在眼裡 只是在你面前敷衍了事 豈有此理 三本抄三天都不肯答應 慧慈 是 你一份本座的手藝 叫一心交給顧政 要他明天把金書抄好 要是抄不完 就叫他別抄了 本座要他抄別的 真把指 要他抄別的 要他抄什麼? 抄他的家 等一等 憲太爺 如果你燒了這些金書 小青會被打入十八層地獄 對 我們去寄個國師了 國師說 如果你們不抄金就得抄家 有那麼嚴重嗎? 不抄金就抄家 對 而且要在一天之內 把這些金書通通抄完 一天啊 不抄別人要我的命嗎? 你這叫敬酒不吃吃罰酒 剛才給你三天 你居然不肯答應 這是你最有自取的 你怪誰啊 一清師兄 麻煩你再去跟國師說個情 那麼多金書 一天哪抄得完呢 少爺 你幹嘛對他那麼客氣 找你以前的脾氣 你早就翻臉了 對呀少爺 你去了越零四才幾天 怎麼脾氣全改了 我不知道耶 我以前脾氣到哪兒去了 奇怪 你才值了幾天再 就脫台暗戶了 你們很有心情 在這閒話家常 這是國師的法令 拿去 是 明天我們會來驗收 要是佛經沒有抄完 我們一定會記起 你總告國師 要抄金啊 還是要抄家 你自己決定 曹師兄 你要到哪裡去啊 天還沒黑 我還想再溜溜 不行啦 我們是偷溜出來的 要趕快回去 不然會被挨罵了 這 怎麼辦呢 這 這 一天哪操得完呢 唉 師爺 傳令衙門 讓全衙門 上上下下 大大小小 會寫字的 今天 不必辦故事 通通給我抄金 老爺 全衙門也不過幾十個人 來不及的 這 爹 我想到了 我有辦法 什麼辦法 叫牙柴通知之前 罰款的攤販 不必罰款 叫他們每人抄十本誤金 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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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爺 那些被抓的攤販 才五六十個 要抄這麼多 還是不夠啊 這個 這個 我還有一個辦法 要關於老爺那些囚犯 也來幫忙抄 他抄十本 在第一個月的刑期 那些囚犯想出獄 他皮死皮果都會糟的嘛 別你說這辦法怎麼樣 好 好 師爺 那我們牢裡 一共關了多少人呢 他還有十幾個 哎呦 怎麼那麼少啊 前些日子才放走十二個啊 哎呀 早知道隨便假兩條罪 就不要把他們放了嘛 對嘛 真是 爹 還有一個辦法 還有什麼辦法 就是花錢消災 花錢 嗯 花小錢消大災 花大錢消小災 怎麼花大錢消大災 可以考慮考慮 你說 什麼辦法 我們可以發動 全鳳化線的線民 來幫我們抄佛經 每抄十本佛經 給他一兩一支 阿彌陀佛 請問這街上怎麼沒有人呢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經 大家都在美丹佛林去抄佛經 阿彌陀佛經 為什麼抄佛經 阿彌陀佛經 那最後是為人家賜事 不知道人間繁夫俗試的事 老百姓為了什麼回答 就是拚死拚死呀 你說什麼我聽不懂啊 那就是為了賺錢 金超佛金啊,你懂嗎? 超佛金也能賺錢啊? 對啊,你去看那個憲太爺這個布告就知道啊 真有這回事,真的 師兄要是不信,可以到鎮上去看看 阿彌陶佛 大概是我佛慈悲,趕化了不少凡夫俗子 所以大家真相念佛超精 江湖的一條路,江湖的三輩 航航在甘節 從不再建,否比你來想走 既然感愛,有窒情 可比比我中旬 何上海來鐵龍 請未來無意生 同樣的一個天啊 同樣的一個臉 經言殼受信心的命 在心中也在眼前 於基尼來深驚喜 同樣的雨條路 同樣的雨聲耳 我無妳作伴啊 人生感到無聲意義 下定歌心來通修好前面 不驚艱苦來不驚悉生 百度萬人 好人就看去不驚艱苦 喜歡我 你感到無聲意義 我感到無聲意義 鑲匆었다 不驚艱苦 廣場